不容易的 怎么才能容易呢 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我们还得引入一个另一个量 然后另一个量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量 叫电位以死量 我们得引入它 这个是什么量呢 这是一个辅置死量 物理上没什么意义 不像电场 电场物理是什么 电荷在电场里面受力啊 电荷产生电场啊 什么这种 这个是什么呢 有力的话电荷受力吗 这不好说 你知道吗 不是这种东西 它物理上不是这么严格定义这种东西 我们定义这么 电位以死量 当然后来我们会看到 它一个很 另一个很重要的一面 就所谓Maxway 建立这个Maxway方程组的时候 它自己引入一个叫 位移电流的概念 所以这叫电位以死量 那里面它很重要的量 这是 不过在这里面 它仅仅是一个辅助量 我们定义它是这么定义 为什么这么定义啊 这是当然就是为了 你你后边我们 你一看 你知道这只有这么定义 它好啊 当然我们先看看 它的量刚呢 是这个PP量刚 跟那个面电和密度一样的 所以它的量刚 是跟面电和密度一样的 那么在各项同性戒指里边 不是这样吗 记得吗 这个关系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边的话 各项同性戒指里边 第一和E之间的关系 你就推出来 这叫戒指方程 你把这个放进去 就出了这个了 这个定义是不是反着 这个是定义 我的意思是不是先定义了戒指方程 然后再倒回去推出各项同性的那个 因为它各项同性的那个 看着怎么看着怎么怪 这个 不是 这个才 这个是只有各项同性戒指里边 它才对的 这个也是 我的意思就是定义是定义的最下面这个和 最上面那个 然后把中间那个 把这个推出来 是一样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为什么我 你 当然你不喜欢P可能是 从物理上看的话 这个更好 因为什么呢 这个物理那个里边的那个内容 实实在在的 我去排队啊什么的 第一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说你 P和E的关系 他怎么就知道 那个相对界定唐数 那里要减个E呢 这个啊 这个是先定义一个 这个激化率习义 然后那个激化率呢 就跟EB上R之间呢 就有这么个关系 就是我就 你要是实在是讨厌这个 1-1的话 你可以减去2 这并不重要的问题是 对吧 就EB上R看你是怎么定义的 对吧 就是在真空当中 EB上R是等于0吗 等于1吗 他就为了想这个 想为了这个 真空当中 这个EB上R这个等于1 那么比真空稍微 这个西部一点的 七体 七体EB上R等于多少呢 1.00几 这不是有点像吗 然后密点的东西呢 密的东西 EB上R就有点大了 变成1.2 1.5 2 4 8 什么出来了 就这样 所以为了这个 我们简易的 好吧 这个不是本质问题 这个对不对 不是本质问题 现在这个定义了 然后你戒指方程推称 所以说是戒指方程 这个也是只是在各项 同性线性戒指里面 才成立的 注意 那经常有的人 书上就有一个 这这么写的 这阶电常数 这叫 那这相对阶电常数 跟EB上R存在一起 这个都不重要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第一 为什么这么定义呢 第一 这样定义 它是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高斯定理不是这个吗 可是这个电荷 是所有电荷应该是 是吧 所有电荷的意思就包含了 束缚电荷再加上 刚才说的那个 就刚才说束缚电荷 加上原来我们说的 到处可以瞎跑的 那些那个电子那个电荷 那些自由电荷 可是这个不是刚刚 我们推出来 不是等于这个吗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把这个东西乘过来 再往里移过去 根据刚才那个定义 你就发现这个就等于这个了 所以这就出来一个 很干净的形式 第一 关于一个 避格曲面的积分 是右侧是一个 自由电荷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看起来漂亮 非常简单 你在某种对称性的情况下 这不跟高斯定理一样 如果对称的话 你当然可以根据对称性 然后你知道自由电荷分布 因为束缚电荷分布 不太容易知道 这自由电荷分布 你是知道的 然后你就可以解除第一 然后根据刚才戒指方式 解除E 然后解除P 然后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这个都知道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D引入进来的 它的好处 还有一点 在这里面一定要强调 你看这个 D的高斯定理 又是自由电荷 大家不要误以为 D是由自由电荷决定的 不是对不对 跟高斯定理一样 自由电荷和这些束缚电荷 对D都有贡献的 只是做一下子 闭合曲面的积分 D的通量只跟这个有关系 注意啊 通量 D的通量 那么我们引入这个D以后 看我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方便 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把一个导体球 放在一个均匀 各项同性戒指当中 这各项均匀同性戒指 是怎么放的呢 它也是用同性环的方式 把这个导体球 给包起来了 导体球带电Q 然后它的半径R0 然后在外边包了两层戒指 一个是一种 一戒指二戒指 那么相对阶段长度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求这个厂的分布 紧贴这导体表面处 极化电荷 也就是这表面上的 这个极化电荷密度 然后 这个表面 这还有这个表面 界面上极化电荷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新 我们引入的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 辅助使量低的话呀 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对这个问题来说 它是球对秤的 对吧 因为这导体球 外边戒指是同心球 同心球壳 是吧 所以它这里边呢 电荷分布啊 这些东西啊 这戒指的分布啊 都是球对秤的 既然球对秤的话呢 我们就说D肯定也是球内秤的 那么如果D是球内秤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学过 用高斯定理计算这个场墙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边 你想知道哪个地方的D的时候呢 就在哪个地方做一个曲面 你比如说 我想知道某个半径R处的D 这不是球内秤的吗 所以对这个球面来说 D的高斯定理左边 因为它这个是球内秤的 所以它的强度在半径相同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很容易搞出的是 D4πR平方 然后这里边呢 里边就是装的自由电荷 自由电荷装了多少呢 就是导体带的那个Q 是不是啊 所以你这个带的Q 于是这个4πR平方D 这边是Q 所以导体球外边的D呢 就是这个 方向呢 因为它是球对秤 所以沿着使劲的方向 可是导体球里边呢 导体球里边并不带电荷水 它是等0 要D就算出了 这个非常简单 D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辅助死量D来做的话 它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你考虑电厂的时候 你要考虑 不仅是自由电荷 你还考虑束缚电荷的贡献 是吧 可是束缚电荷 它具体分布 你现在还并不清楚 所以你直接算电厂呢 它并不容易 可是用D呢 比较容易 有了D以后啊 下一步你算电厂啊 这些东西就非常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介质方程 记得吗 那极化 极化方程 P和E的关系 可以 你可以很容易换算成 P和D的关系 这这个关系没问题吧 那现在你已经知道 知道各处的D了 然后你根据这个关系 你在一介质里边 你就把这个YP上R 换成YP上R1 二介质里边 换成YP上R2就完了 是吧 就这样简单 是吧 那第二 现在我有个问题了 现在 上次我们讲这个 极化的时候啊 我们说 如果这个介质是 介质是均匀极化的话 那里边就不会有体电荷 对吧 现在我们在这里边是 这里边极化 极化是球绿秤极化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D是球绿秤量 P跟它就是这么一种 简单的关系 YP上R它是一个常量 对不对 所以P是球绿秤的 球绿秤极化的时候 这里边 介质里边 会不会有极化电荷呢 就这个问题 对吧 当然这个问题呢 怎么做 就像这种问题呢 你可以想 他说 如果是我想算 极化电荷的话 那我要 我就要考虑和 极化电荷相关的 P的那个公式 对不对 你这个 记得吗 极化电荷负的 它是关于P的一个 闭合曲面的同量 这个当然是 装在这闭合曲面里边的东西 现在我想知道 这里边有没有电荷的话 我随便在这里边 搞一个闭合曲面 这个是球面 注意啊 球面做这个积分 你会发现 因为P和D是 这简单的关系 所以D是R平方分之一 所以P也是R平方分之一 你这个 对这球面的积分 这个球面当然是 同心球面 会怎么样呢 是把R平方一乘 R平方一约掉 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 和R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是个常量 对不对 是个常量啊 注意 好了 我这个是随便哪一个 这个球面 对不对 里边 意思是说 里边的这个 激化电荷呀 是一个常量 对不对 现在我换一个 换一个球面 在外边再大一个 包一个球面 对这个球面的积分 怎么样呢 还是一个常量 是一样的常量 对吧 同意吗 也就是说 我包大的球面 里边装的激化电荷 和小的球面 里边装的激化电荷 它俩是一边多的 那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这个 激化电荷会怎么样呢 没有了 因为你这个半径 是任意的 是不是 所以球对称的时候 球对称激化的时候 里边也没有激化电荷分布 主要 好 我们现在要看 如果里边没有激化电荷的话 那表面就有激化面电荷密度了 激化面电荷密度 我们是知道的 就这个公式 记得吗 随便哪个地方 表面的话 就是你知道它的激化强度 点上它的法相分量就好了 现在比如说问 导体表面的激化电荷密度 大概这个公式就行了 是吧 那么这里边 唯一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里边法相分量 就法相这个方向 你说就在这个界面上 法相是沿着哪个方向了 是沿着R的镜像吗 认为是R的镜像 同学举手 那就大家都知道是吗 有个同学举手 跟R的镜像是同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 这个是要小心的地方 为什么呢 当我们以这个 推导这个公式的时候 我们是以哪个为主体 戒指为主体 是不是 戒指向外是法相 对这个戒指来说 哪个是向外 这个是向外 所以它这个法相方向 是反过来的 所以你这个算出来 应该是什么呢 负的P值 明白这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以R镜像为主 这个是最 最是你小心的地方 对吧 其他地方你戒指 是不是很容易 因为P值是不是 R等于R0的时候 前半已经算出来了 对吧 戒指就行了 这有问题吗 好 那你把这个戒指 就算出来这个东西 好了 那我们问 你这个是极化面电荷密度 对啊 那极化面电荷 一共有多少极化电荷呀 乘上面积就得了 是不是 乘上面积算出来结果了 那这个结果是说老师 物理物理的很多结果都是什么呢 都是相通的 你可以从这儿用这个结果 可以推倒出另一个结果 什么的都是相通的 举个例子来说 这里边我可以问一个 点电荷Q周围的极化电荷有多少 当然你想 点电荷周围有极化电荷 点电荷 电场是球绿层分布 那么如果戒指均匀的 在这个点电荷周围就充满的话 那么显然因为电场是球绿层的 所以极化也是球绿层的 所以电荷是不会出现在那个戒指上的 那出现在哪啊 边界上对不对 边界在哪呢 无线远处 那个不管了 无线远处 那么靠近点电荷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个边界 那个地方会有这个极化电荷出现 极化电荷出现多少啊 你想算P的时候啊 这里边是面电荷密度 可是面电荷密度 那个是点啊 点电荷周围 是不是 这有问题了 可是你想想这个东西 我们算出来这个导体球表面上的 这个极化电荷量就是这么多 是不是 它跟半径有关系吗 它跟导体球半径没关系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最简单的 让导体球半径趋于零的话 就假设是一个点电荷在那了 然后周围的 因为球绿层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了 同意吗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做出来 你不用这种方法 不用这个去推广局限的方法 一个点电荷放那了 你直接用D行吗 D的高是定理 是不是 D的高是定理算出来D 然后根据那个介质方程 你就可以把那电厂算出来 对不对 电厂的这个高时积分里边的是所有电荷 D的高时积分里边是什么呢 是自由电荷 它俩一插 当然有一个1p0对不对 那个它量纲差别 把1p0放一插 那不就是极化电荷了吗 这清楚了吗 双车结果肯定也是这个 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好 下面呢 两个介质交界处 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当然交界处肯定也有 因为这也是它的表面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算呢 就是用这个公式了 是不是 可是这里边最重要的是 你要小心 它是这个界面呢 是两个表面 1的表面和2的表面 所以你要把1的表面的面电和密度和2的表面面电和密度加起来 对不对 可是加法经常你会发现它变成减法 这道理你们知道吧 对他们来 对这一点来说 法线方向各自是相反的 对不对 对这一点来说 一来说法线方向是正方向 二来说法线方向是负方向 所以这二是负的 对吧 这样啊 好 下面一个例子呢 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板 一个板均匀的界质板 然后厚度是低 里边它这个界电常是一上二的 然后体电荷密度是 露零 这个体电荷密度是那个自由电荷 就粘上去了那种可以那个 从导体上的可以流动的那种电子 就在这粘上去 那这个时候呢 问你比如说求戒指内外的 迪合1啊 P啊什么这种东西 那当这个像这种问题啊 因为我们曾经考虑过这种东西 就是说如果不是这只戒指啊 假如说中间不考虑一种 只告诉你这里边有这个电荷 电荷风 均匀的电荷 露零 然后厚度是低 然后让你算电厂怎么算呢 搞事定理 根据对层性你都会算 同意吗 就都会算是不是 现在我E的就是多了E就算R 因为R结果是什么呢 你现在不再用E了 因为用电厂的时候 你要考虑极化电荷 对不对 这里边有没有极化电荷啊 有可能有啊 是不是啊 那假如有的话 你用电厂的那个高次定理的话 就不行了 不是不行 就是麻烦了 那个东西你本来也不知道 你再搞出个多个方程 就只能增加麻烦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边用低的高次定理就比较容易了啊 因为这个电荷分布啊 戒指啊 对两边板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低也是对称的 对不对 你最最简单看 中心这个位置上的那个电厂都是等于零的 同意吗 因为两边对称嘛 是不是 两边这边电厂 这边电厂互相抵消 肯定没有了 所以呢 现在以这个点啊 为对称面 然后你可以做个高次面 算里边的低的时候呢 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呃 这个圆柱面 圆柱啊 对称的圆柱面 这是圆柱啊 不是方形啊 这个 然后你要算外边的 当然就是算 就是算外边 只在外边做 假设这个底面积还是零 然后你用高次定理 高次定理一算的话 因为根据对称性 我们知道厂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没有这个方向 这个我们以前分析过了 在这里边也是一样 根据对称性 那个那个东西没有了 所以只有这个方向 只有这个方向 那两个底面的那个 呃 通量不就这个吗 两倍的低S0 同意吗 就是你假设 对这个高次定理 那这边低S0 这边低S0 虽然方向相反 它可是S0的方向 也相反 实际上它俩是加 所以加在一块呢 等于里边的 呃 自由电荷 自由电荷多少呢 体积 啊 体积 为什么出来二呢 因为这个是X 所以这个两倍X 对不对 所以底面积乘上高 然后乘上密度 不就这个吗 然后你就算出来了 是不是 底算出来了 发现低是什么呢 低是跟X有关系的 是不是 你这个X有关系的 然后呢 如果你想出到外边的话呢 同样对外边做 可是做外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里边的电荷 跟X没有关系 就是总是死的 对不对 同意吗 总是这么多 然后你把这个加起来的话 它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低的高次功能一样 等于这个 现在问题 这里边 有自由电荷密度 是Ruling 对不对 极化体电荷密度 等于多少 就是极化电荷 里边会不会有呢 当然我们有的同学 比如说电子学 稍微有点 学多一点以后 可能你利用 比如说旋度 什么这种公式 就很容易算出来 你只要知道P 然后算它的旋度 什么这种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普通物理 不需要 不需要 你是不是很容易 能做出来呢 你物理很清楚 这就很清楚 是不是 选一个封闭的面 然后P对那些面 点成通量 它出去了 那里面剩下的 就是留下来的极化体 对 这么做也行 就这么做 你这么做 P 搞一个 搞一个 就是你如果P都知道 然后你算出来 这个一个高时面 然后P里边的东西 里边的就是极化电荷 然后极化电荷 就是那P的通量 你这么算可以 但在这里边 有更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呢 你看一看 D和P之间 是有这么关系的 同意吗 是不是 好了 关于D 做一个高时 通量积分 B和曲面做的结果 右侧是什么 自由电荷 对不对 关于P 做一个通量积分 右侧是什么 负的极化电荷 清楚了吗 你一对应 你就知道了 D对应的是 自由电荷 可是自由电荷的 自由电荷体密度 我知道是R0 公式完全一样的 就差一个负号 P和D 一个是极化电荷 一个是自由电荷 差一个负号 那它对应的是R0 那P对 那个R1P应该是什么 负的这个东西 同意吗 就是这两个 D变成R0 P就被R1P 可是前面还有个负号 这 清楚我说这个意思吗 因为那个公式是一样的 公式哪里去了 对的 那个公式你看 我不太清楚 你看这个 看见了吗 看见没有 这个公式和 这个公式 看见没有 一个是D D是这边是自由电荷 你这个高式面呢 可以取同样的高式面 对不对 然后你演化演化 你根据D 就可以算出这个是R0了 同样的 那个P呢 跟这关系是一样的 只是负的 极化电荷 那你演化演化 结果会怎么样呢 一样的 他们俩是 同样的结果 只是 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通量之间的关系是 意义是一样的 只差一个负号 所以 电荷密度之间 也是这样的关系 然后这是一个负号 注意这个什么时候 经常用呢 就是 他们之间 这是一个线性关系 这个 一不喜欢R什么的 跟那个 跟那个位置没关系 是个长量 所以积分号 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因子 是不是 所以是这样用了 这清楚了吗 这 你接受了吗 这个 好 下面你知道D了 那E就知道了 然后P就知道了 就带进去 好 你P知道以后 面电荷密度能算出来吗 表面的 点上当地的那个 这个发现方向 死量就完了 是不是 这个很容易 对吧 那对这个外边的 对这个 把外边的情况呢 你里边外边没有P的 是不是 把外边是没有P的 等于零 现在我跟你们说 现在算极化 极化体电荷密度有了 是不是 对于给定的一个面积来说 给定的一个面积 极化体电荷的量 和极化面电荷电荷的量 你觉得会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个介质本身是中性的 对不对 如果中性 这个内部啊 出现了极化电荷的话 那么这两边 一定会出现和它多大小 多少一样多的 那么多的电荷 可是符号是一号的 在表面上出现 同意吗 一定是 你回去拿这个东西 简单算 算出来结果和刚才那个结果一对 你就发现这个就这个问题了 然后你知道啊 当然了 要不出来这个结果 那才怪了 清楚了吗 所以物理上的问题呢 你做出来结果以后 物理上你得自洽 对不对 道理上都得说得过去 不是说套上公司 一算出结果就怎么样 不是这样